哈喽大家好,我是巴黎地宝,分享法国买房,理财,避税和福利的经验 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并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也欢迎加入我的股票投资群 但是大家注意,如果群里面有人私自加你微信 并且给你推送其他平台 或者是让你汇款之类的 一定要小心这些骗子 也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就可以把他们踢出群去 我每个星期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星期的持仓的情况 这一周呢,比上一周亏了4.82% 主要问题就是来自于这个比特币 那上一期视频我也聊到了 因为我是重仓在比特币 所以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史记录 点一个这个就可以看到历史记录 我之前在第一位买入的比特币 7000 9000 1万买入的 我都把他们设置了这个 只赢在3万美元 所以在1月21号晚上11点多的时候 这个比特币跌到3万美元的时候 他就帮我自动 卖出了 确实现在已经调回去了 我少赚了一点 但是我无所谓吧 毕竟是赚到的钱嘛 当时投资的时候 就是这个7000 9000买入的嘛 这个倒无可厚非 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还持有一些比特币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的投资情况 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地方 还是亏损了12.28%的 包括在瑞波币上 也有12%的一个亏损情况 现在 所以我目前呢 是重仓这个数字货币 导致我的整个一个盘面的亏损情况 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勾 加密货币 我一共投资了4种 其中这个瑞波币和比特币 是我目前的重仓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犯的错误呢 就是在高位 加仓 而且是重仓加入 我买比特币呢 在1万左右买的 当时 然后我在2万多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看他 差不多 涨稳了 于是 我在这里呢 加了一些单 其实也加的不多 大概加了两三百美元 开始也就只有个 600美元 左右 所以我在3万呢也不敢加 然后3万多不敢加 直到这个4万的时候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啊 于是 重仓的加入 我觉得不只是这一个问题吧 之前已经犯过很多次之类的问题了 就是 开始 拿着手里的股票 看着他一直一直在涨 其实我开始拿的也不多的 但是涨到末期的时候 我就会重仓的加入 结果呢 他马上就回调了 幅度还很大 往往呢我还设置好了止损 所以就是可能到了 我的止损那个点 他已经把我卖出了 所以真的就是 亏的就是 亏的进去了 所以会导致我不仅前面 赚到的钱 没有 赚到 反而 一下子 把这个 现在 最新投入的这个本金 又亏了一大笔 这个也是我在之后的投资中 一定会非常小心的 我也希望 提醒一下我的观众 如果你是做比较长线投资的话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如果你是低位买入的 他已经涨到比较高了 那么你可以加仓 当然可以 但是可能不要加太多的仓位 因为 说不定呀 他就回调了 而且肯定回调的幅度是会比较大的 当然如果你是准备好了拿着 那么你也可以 不止损 你就直接拿着 如果你觉得比如说 比特币 肯定会涨到5万美元的 不管什么时候会涨到 怎么涨上去 你可以一直拿着 不要做任何的止损 那么还有可能 你一直 放在里面 当然如果你希望你的账户稳妥一点 不要浮动太大的话 我觉得可以在高位的时候 不仅是 不加仓 而且是可以稍微的出一些仓位 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 做的还不够到位 我也会在之后慢慢的学习 肯定有朋友一刚也注意到了我另外的一个操作 就是在这个 TDOC 这个股票呢 1月22号的时候卖出了 这个呢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卖出的 是我买入 TDOC的时候 没有注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盈亏50% 就帮我自动卖出了 说明了他自己设定好了止盈止损的 目前呢我只剩了这个100美元在里面了 可以看一下我现在 还是有止损和止盈在里面 如果想去掉的话就可以直接点一下 然后止盈这里我就点个无止盈就可以了 不要让他这个帮我自动卖掉 尤其是这种好一点的成长股 他有可能就是超过50%的收入 所以买入股票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首先这个杠杆 是你需要的杠杆 然后止盈止损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我想说的第2个点呢是让我 可以 还赚了一点钱的这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 有一些股票我买的会比较早 很早的就布局进去 可能我的资金不够多啊 因为当时也是怕他们会有太大的浮动 所以我会比较早的这个入局 就比如说我买的ARKK和ARKW 我觉得这两个呢我可能会在下一周 如果他们回调一点点的话 我就会继续买入了 比如说ARKK 我是在12月29号买入的 车材过了一个月不到吧 就涨了15.6%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回调一点点的话 我就继续加一点点仓位 当然也不会加太多 我会按照我的这个第1期 2021年 我计划买入的股票来慢慢的加仓 我觉得我还得保持初心 按照我自己的计划 慢慢的买入 不要受到影响 可能有些股票 确实是值得 炒个短线的 那也可以 但是我可能不会 用太多的资金 重仓去买入 主要的资金呢 还是买好 这些 有价值的 成长股里面 所以这一期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两个小小的心得 第1个呢 就是在高位的时候 不要重仓的去加仓 除非是我做好了 长期持有的准备 不怕它回调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对于比较好的优质股 可以早期就进入 可能开始投的不多 但是如果它回调的话 就可以加一些仓 目前呢 在我这个增长的股票里面 很多啊都是 我当时很早就买好了的 即使它们下跌 我也没有把它卖掉 就是一直持有 只要达到我自己能够控制的风险 我就不会把它们卖出 目前的仓位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上个星期 买了1000欧的这个小麦 其实也就是大宗商品 买了一点试试看 这个反正它 涨跌幅不会太大的 一般来说 所以我也没有 加任何的杠杆 现在呢 我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说会不会回调 所以我也没有 赶大仓的进入 股市 所以我可能还会再等一等 但是在等的同时 我也会 少量的 加一些仓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